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个有趣的人吗 这个问题就问住自己了 我有时候有趣欢乐 有时候无趣乏味 与其说有时候 不如说不同的场合 面对不同人的时候 比如我在去参加课程学习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说话 我一说话就紧张 一紧张就大脑短路 连话都说不清楚 比如我在一个陌生场合里 我常常也是一言不发 我在与人见第一面的时候 会词不达意 空气经常被我搞得很隆重 隆重的凝重 很尴尬 还有我在正式场合的时候 也发挥不出来 我穿上西装皮鞋的时候 我瞬间就成了木头 脑子不会动了 但有时候不是这样 我跟一个人或一群人 一旦熟悉起来 我就脑洞大开 活泼开朗 创意不断 博学多时 分分钟缓身段子手 活像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 在我自己的课堂里 我放得开 头脑灵活 思维敏锐 不断输出新思想 不是因为我知道的多 而是我脑子转得快 有趣并不是一种能力 而是一种表现领域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 就是会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我相信 每个人都是个有趣的人 在合适的情境 和合适的人面前 我们在什么人 和什么情境中 会变得有趣呢 现在我请你想象一下 在以下的情景 你会有什么表现 被遇群三观相投 都很爱你的朋友 无条件接纳 你身处其中 感到安全 自由 无据无数 我想你会变得非常有趣 在一个环境里 你的有趣程度 和放松程度 几乎是成正比的 比如 在熟悉的朋友面前 在擅长的领域里 你的有趣值非常高 我在我的课堂 我在我的课堂里有趣 在陌生人面前 无趣 就是如此 这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你会在一些人面前 十分无趣 放松不下来 不能完全放松下来 是因为环境不够安全 环境不够安全 有两个因素决定 一 你对环境的驾驭能力 也就是你自身的能力 水平 知识等 这些硬件水平 决定了你是否 能自如表达 在搞笑和严肃间切换 二 你对环境安全感的感受 你越是相信 你在环境里是被允许的 你感受到的安全感 就越高 你就越能放松下来 因此 成为有趣的人 至少就有这两种方法 一 提升知识和能力 你的熟练程度 决定了灵活程度 二 放开自己 允许自己自由发挥 相信自己 一直都是被接纳的 你的放松程度 决定了 你能做自己的程度 而后者 就是你有趣的程度 一个能做自己的人 会活在当下 充分调动自己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那本身 就是很放松的 有趣 是个本能 是我们后天的 某些限制 让人变得无趣了 这个限制 就是模板化 我们在 被长大的过程中 开始被规定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哪些是该做的 哪些是不该说的 我们变得小心翼翼 害怕犯错 我们内化了 很多标准和限制 我们不再知道 自己的感觉 我们开始 更相信自己 学会的规则 我们还没开始说话 我们就已经压抑掉了 三分之二以上的自己 所以我们只能呈现 一小部分 最真实的自己给别人 也就是 只给了一小点生命力 给别人 看起来 就是个无趣的人 一个小心翼翼 害怕犯错 不敢冒险 害怕伤害别人的人 是最无趣的 一个有趣的人 就是敢于 绽放自己 生命能量的人 一个无趣的人 则是压抑自己 生命能量的人 所以第三个 变得有趣的方法 就是放开自己 敢于犯错 敢于伤害别人 敢于说错话 做错事 因为你走不寻常路 说不寻常话 合适的时候 叫幽默感 不合适的时候 叫不懂事 这对很多人来说 无疑是困难的 但我们换种方式表达 就会好点 放下自恋 在环境里 你说错话 做错事 伤害到别人 并不像你感受到的 那样具有杀伤力 他人也不像你感受的 那样脆弱 能够轻易被你伤害到 你也不需要时刻顾忌 自己是不是不小心 说了伤害别人的话 人活着 伤害和被伤害 都是难免的 无论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不说话 对人的伤害 有时候 并不会比说错话小 当你开始认可自己 是个凡人 也会说错话 伤害到别人 当你不再苛求自己 不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 你就开始放松下来了 你就能做自己了 也有趣了 也就是 当你开始把注意力 从讨好别人 转移到表达自己的时候 你的生命力 就开始绽放了 你最真实的自己 就开始出现了 你的存在感 也开始出现 专业术语教 敢于表达自己的攻击性 和利比多 攻击性是我们潜意识 捍卫自己界限的方式 是一种本能 我们需要 不断攻击其他课题 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在动物发展史上 例子不胜枚举 也就是 我们敢于伤害别人 敢于打压别人 彰显自己的力量 不过 我们只需要使用下 社会允许的方式表达 就可以了 比如说 自嘲 调侃 表达方式 是很好学的 真正难学的 是内心深处的 一个感字 利比多是指我们 是否敢于追求 自己内心的兴趣 和热爱 利比多一词 来自佛罗伊德的学说 较宽泛的含义为 我们对内心深处 有兴趣的人 和事物 都有参与 和得到的欲望 想做的事 想实现的想法 都想付诸实践 就是 敢于释放 利比多 敢于释放 攻击性 和利比多 来自于 你曾经 被爱的经验 如果你曾得到过 很多爱 和肯定 你会相信自己 有安全感 敢于表达 你对自己的认可 和环境的评估 会越来越乐观 相反 你在一个 深受控制的 环境里长大 你就是 容易小心翼翼 无趣乏味 如果你曾经 深受约束和控制 在长大后 如果有人愿意 带你体验 那种安全和被接纳 你会重拾有趣 如果你依然是 没人疼 没人爱 你会渴望被爱 和认可 而不敢彰显 自己的生命能量 人都是先归属 然后彰显 因此 你可以找个这样的人 去爱你 或者相信自己 本来就是被人群 所爱 所接纳 所允许的 那和你早年的环境 不一样 那么 你会越来越放得开 越来越有趣 我就在这样一条路上 虽然还是有些 内向呆板 但我能深刻体验到 自己这些年 学心理学的变化 我开始活过来 成了一个 有趣的人 当然 我不是鼓励你去伤害人 不是鼓励你犯错 而是鼓励你 不那么下意识地 怕伤害到别人 怕自己形象 没维护好 不害怕犯错的时候 你才有精力做自己 而这 才是对他人 最大限度的保护 和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